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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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4月 江孝勇就让妻子方志仪随其父母一同到过北京 算是给他打前站 而且方志仪还公开露面 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报道 方志仪的北京之旅很是愉快 这也令蒋孝勇看到了回乡的希望 最终1996年 蒋孝勇提出回乡后 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 他终于能够回到家乡了 蒋孝勇此次回大陆 到北京还特意请中医看了病 不过中医对他的病也束手无策 此时蒋孝勇似乎是怀了 不过中医为他开了调理的药 让他的精神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随后蒋孝勇变迫切地 想要回到凤化西口 1996年8月2日 为避免引人注意 蒋孝勇带着长子先出发到宁波 妻子方志仪带着两个幼子后抵达 然后从宁波乘车直达西口 这一次他们是低调出行 没有前护后佣的陪同 只有一家五口 所以他们像普通游客一样 花三十元买了门票 才进到了自己的家 这种感觉一般无法体会 看到祖宅被政府保护得那么好 蒋孝勇十分的激动 进入蒋家大门时 还累的说出了五个字我们回来了 在游览自己家之后 祭拜了曾祖母 不过蒋孝勇遗憾没能战胜病魔 最终在1996年12月病逝了 临终前他对儿子说 你们要记住 蒋家人是中国人 二十 零零年 蒋孝延第一次带着全家 来浙江凤化祭祖扫墓 这是他第六次回到凤化老家 蒋孝延言谈言最大的感触是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